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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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熱愛科學熱愛知識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泛科學的總編輯鄭國威 如果各位來參加這場活動 但是還不知道我是誰 沒有關係 讓我用三個關鍵字來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這三個關鍵字是 媒體 可愛的女兒 以及摩根 費里曼 如果說今天我在這個現場跑來跑去 大家想要搭訕我的話 你或許可以這樣說 你就是那個非常關注媒體議題的 泛科學總編輯鄭國威嗎 我是 沒錯 或者說你也可以這樣講 你就是那個很愛炫耀自己女兒很可愛的 泛科學總編輯鄭國威嗎 就是我 沒有錯 或者說你也可以說 你就是那個三十幾歲就跟現在的 摩根 費里曼長得很像的那個鄭國威嗎 對 就是我 那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我們泛科知識節 在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借用一下大家的肢體 借用一下大家的肢體 請大家一起站起來好嗎 請大家一起站起來 我們現在要花十秒鐘的時間來做一下深呼吸 請大家連續深呼吸三次 預備 開始 非常深 非常深 為什麼要做深呼吸這件事情 大家繼續深呼吸我繼續講話 為什麼要做深呼吸這件事情呢 因為接下來的整個活動會非常的緊湊 緊湊到各位可能沒有時間來做呼吸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今天這樣整個活動呢 其實有四十七場講座 那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多元 那深呼吸的同時呢 如果說大家發現有這個其實怪怪的味道很正常也很科學 因為我們人類就是會排放氣體 那如果說大家有聞到 就開始突然對身邊左右的人感覺到 有點吸引人 可能是你的離鼻器感受到他的肺若萌 那我想這也是非常科學的事情 好 那這個呼吸系統借用我一下之後呢 請大家把手借給我 跟身旁的人握個手 前後左右的人都握個手 好 我相信今天每一個人都代表一個知識的寶庫 都代表一個知識的寶庫 那我相信我們今天在場握的每一雙手呢 可能都比昨天某一個在新加坡的握手來的更有價值 好不好 來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來 我們請大家請坐 好 那我們雖然這個 我們說德先生 賽先生嘛 這個德先生可能 那我們賽先生還是要維持住 好不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呢 能夠舉辦飯科知識節 那飯科學從五年前開始到現在 一開始是一個菲尼組織台灣數字文文化協會 底下的一個公益媒體計畫 然後每天大概 每個月大概幾百人瀏覽 到現在每個月大概超過五百萬人次的瀏覽 然後在Facebook上的觸及呢超過上億 那我們從一個單位然後變一個計畫變成一家公司 然後現在能夠推出我們自己的APP 事實上如果說大家今天水出逛逛會看到我們APP的廣告 但是前幾十年還有Android手機 我們iOS手機的版本還沒有推出來 以及我們今天呢也推出我們的某一項自有商品 犯罪自酿啤酒組 所以說其實飯科學的確在過去五年之內有所成長 但是也因為過去五年我們更清楚 我們所做的事情還非常的少 我們的目標非常的 還離我們非常的遠 我們知道只有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們也需要各位的幫忙 如果說各位從來沒有想過知識產業 該怎麼繼續的話呢 沒關係那可能是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但是其實今天我們真的很希望能夠跟大家一起 讓體會到我們知識產業在台灣其實有多麼的豐富 多麼的多元好不好 那今天呢其實我們這個整個活動非常緊湊 因為剛才我們也稍微延誤了一下 不好意思 那其實今天整場活動能夠順利的舉辦呢 當然要感謝我們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包括我們的講者我們的作者 然後我們各場次的主持人 我們的這個所有舉辦活動人 請容我先用一鞠躬來感謝今天一起參加的各位 好 那這個人家握手可以握1分20秒 我鞠躬不想鞠躬那麼久 好 那非常感謝這個大家 那這個因為那最值得感謝 也當然不能說最值得感謝 就是我一定得感謝的 一定得在這個台上感謝的 就是我們的贊助單位了 所以我要快速地唸一下 我們今天贊助單位有哪些這個夥伴 第一個是我們非常棒的協辦單位 就是我們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過去3年到今年 我們都是在這邊舉辦我們的飯科學年會 以及第一屆的飯科知識節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今天全場活動的網路直播 通態傳媒 然後另外感謝我們銀河級的贊助單位 財團法人小英教育基金會 恆星級贊助單位 明示地新聞台 科學在發現節目 海洋級贊助單位 國航科技 森林級贊助單位 毛頭鷹出版社 天下文化出版社 以及想想這個論壇 然後非常感謝這個舞台贊助 也就是我們的現在先生科學共產 另外我們的媒體贊助 包括科學人 然後LiveABC等等 都希望說大家能夠多認識一下這些夥伴 然後如果說今天有空的話呢 也觀望他們的攤位 那在整個活動開始之前呢 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創辦人 許廷耀先生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我也要只剩一舉公 感謝大家今天來 那一開始翻科學 還是個很微笑的網站 那五年後現在就是各位都是見證 我們擴張非常大 那也有一些規模 那未來我們有更多新的計畫 那本來我們三年前開始年會 那現在年會每年都是一個 可以把科教館塞滿的活動 那我們到今年我們升級成知識節 我們希望能跟美國那個南南西 這個知識活動一樣 能變成一個很大型的知識的交流會 讓台灣對知識有興趣的人 可以一起來現場交流 每年是一個科技的盛事 但今年我們辦得比較長俗 我們希望是明年會辦得更大 但是還是非常謝謝今天來的所有獎者 希望大家今天都做好做滿 這樣都能參與到最後 然後我們未來會有一連串新的事情 新的工作來做 那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繼續投稿給我們 繼續看網站 繼續使用我們的APP 然後 最後要謝謝鄭國威 今天是我的工作人員 還有一起來的各位 謝謝 好 謝謝萊姆 那其實我們今天 當然有很多現場貴賓在現場 但是 基於我們這個平等知識交流的 這個態度 我們就沒有邀請我們的貴賓 都一上台致死 要不然大概要花 三個多小時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大概活動就不用繼續了 那在活動整個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不免俗的做一件非常熟悉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先派一個大合照 好 那接下來我要跑下去了 來 我們請攝影師來幫忙 趁大家都還在這邊的時候 請大家一起往中間集中 來 請大家一起往中間集中 好 我們要拖高集中好不好 來 要比個pose嗎 這好像不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來 一起比個pose 好 站好了 來 我們再一張再一張 因為我們這個有重要貴賓也突然已經到了 好 來 我們再一張 好 大家僵硬的雙手可以放下來了 好 非常感謝大家 好 那今天呢 這個我們這段活動呢 我們就要正式開始 我們就先歡迎我們早上 第一場論壇知識的過去與未來的三位嘉賓一起上台 首先是我們李世光教授 再來是我們宅本橋總經理 再來是我們朱家安蛋糕 蛋糕王 來 請坐 請坐 來 三位請坐 請坐 好 那大家看到我們整個今天的議程編台呢 是可以說是一種抱遣天物的一個方式來編排的 我們今天三位講者其實各自都講三個小時大概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要求他們只在半小時之內來跟我們談一下知識的過去與未來 那當然我們事不宜遲啦 我們是不是先請三位來跟我們簡短的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呢也聊一下對於這個知識這個事情的想法 是不是先請李世光教授 謝謝 各位還有在座的各位去年朋友 這個大家好 這個我跟泛科學其實結業了一陣子 那這個我現在在台大應力所任教 那在這個之前在職社會在工業院在科技部都做了一些事情 那現在還在負責台灣的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我借問一下教授您身上有大概幾百項專利還是發明 實際數字您記得嗎 大概幾百吧 大概幾百是不是 這是一個非常 來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個大家如何去 今天這三位在維基百科上都是有條目的 所以我稍微查了一下 大概有三百項兩百多項 來請教授繼續 謝謝 不過這個我們在這些年來大家在推動各式各樣的工作的時候 總發現這個我們往前走的時候 我們的產業有很大的問題 那科技也一樣有很大的問題 到底問題住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相方科學這樣的新的媒體 年輕的知識工作者跟所有關心科學的人 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那就是我今天 聽起來先鞠躬一下 謝謝 那也是所以我今天做好做滿 就是嘗試來這裡跟大家一起學習 謝謝 好掌聲鼓勵謝謝 來我們是不是請崔本喬總經理 大家好我是崔本喬 我是那個一天到晚在臉書上炫耀我兒子很帥的那個 要不要相親一下這樣 那我從幾年前就是離開Google回來台灣 我覺得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我希望把在外面看到一些好的 一些企業文化行為帶回台灣來 所以這幾年除了說經營自己的事業之外 一直很重要就是把自己過去所見所聞 希望能夠盡量傳播給大家 然後改變台灣的產業文化 所以我會講一些什麼 比如說台風價不該扣薪水啦 那台風價應該員工自己決定 不應該老闆決定啊等等這種話 那希望就是說 讓大家脫離台灣一直都是那種 就是說Costum然後向下沉淪的這種做法 能夠反過來追求價值 那追求價值第一件事就是你的知識要夠廣播 所以我覺得有像飯客這樣子能夠出來 就是說以這種非內容農場正面方式經營來推廣知識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謝謝 謝謝 來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朱家安先生 大家好 我是朱家安 我是一個哲學普及的工作者 我為了托廣哲學可以說是不擇手段 無所不用其極 寫文章 出書 然後辦演講 我甚至寫文章罵互加盟 他們在台灣可以算是為哲學普及犧牲很大 那在兩年前我還是在網路上面寫 部落格的一個小咖的時候 飯科學非常寬宏大量的接受我毛遂自見成為作者 所以我必須說 飯科學是我的網路寫作歷史上面 第一個讓我可以在公共平台上面露點的 我很高興飯科學給我這個機會 那我更高興的是 我今天可以在這邊 貢獻一點我自己的意見幫到大家的忙 這樣子 那我推廣哲學普及 是因為我相信 在現代民主社會裡面 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責任 是跟價值觀跟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人 一起做政治決定 我們要跟別人溝通得非常順暢 才有辦法一起做出這種和諧的 和諧實在不是一個好字 最近大家不太喜歡和諧這樣 做出明智的決定 避免社會毀滅 好不好 這感覺是比較好的字 很有個按鍵要按下去的感覺 是 就是要阻止大家 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個 就是所有人都不能按 那我覺得要辦到這個任務啊 其實需要不同學科 科學跟人文 构同洗手合作 所以在這方面 我也非常感謝 飯科學在台灣社會帶來的貢獻 好 謝謝 謝謝 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我想佳安提到的也 剛好不合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穿越吧知識 我們今天邀請到 許許多多來自 不同知識背景的專家們 達人們 平台經營者 來跟我們分享 那其實我們觀察到台灣的知識產業 過去以來可能在傳統媒體 在出版社或者說 就是你會看到這些人在寫文章 那邊發表議題 然後這個專家們有學術 然後大家好像各自做各自好像也還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現在什麼都亂了套了 然後知識的價值好像越來越低了 好像說這難道是我的錯覺嗎 還是說真的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現在 在半科學的知識門票 只能賣五百塊 不能賣五千塊 沒有開玩笑 那我希望說 請這個李世光教授先來聊一聊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知識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價值嗎 為什麼 這個大家不是很重視這件事情的感覺 是 這個我們這麼多年來都說 這個科技 剛剛我們這個聰明人說 德先生跟賽先生 跟文化中間的關係 那我們過去幾十年來 最重視的是 就是硬體文化 代工文化 講得更明白一點 那在那個結構底下 我們的服務業其實不太容易出得來 更有意思的是 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 如果我發展一項科技 這個科技呢 如果立刻可以放大它的規模 可以立刻輸出 那麼幾乎不要花任何的腦筋 它就可以放大比如一千倍 這種就是最好的科技 大概是小叮噹的放大燈這樣子 對對對 最好是小叮噹有奇異門打開 走過去之後就全 突然間放大一百萬倍 這個周政教授叫任意門 好 任意門 對對對 好的 那在那樣的結構底下就立刻 我們就覺得這是對的 那麼可是事實上這樣對嗎 我們從某個角度來講 就知識工作者來說 知識工作者就像沒人一樣 取進門 新郎新娘取進門之後呢 那麼沒人就丟出門了 在那樣丟出圍牆 在那樣的結構底下是什麼呢 就是科技工作者它只有一次的價值 就是做完第一次就再也沒有了 那在那個情況之下 其實科技工作者是推展整個社會 穩定社會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那所以我們覺得這是 剛剛那樣的科技是最好的 是最值得投資的 是最需要我們這個投注心力去的 可是從知識工作者眼光來講 那個其實是最不好的 大家如果從這個角度想 為什麼最不好 因為你只用一次而已 我過去講這個例子的時候 經常用工人院在協助這個新竹貨運 讓新竹貨運轉型的這個例子 這個新竹貨運發現它的卡車出去走的時候 填載率只有36% 那麼大家知道卡車裝得越多 公司獲利就越好 就跟工人院合作的時候 工人院就說那很簡單 因為不同的生鮮食品需要不同的溫度 所以就做新的冰箱 冰箱其實也很難做 尤其是放在卡車上 小冰箱非常有效率 不要放太多的熱 才可以放在朋友卡車裡面 設計好這樣的卡車出去之後 大家就覺得很棒 這是A產業的A公司 等到後來我們發現這件事情 要跟遠洋漁業合作的時候 眼睛閉著把冰箱搬到遠洋漁船去 照樣可以用 所以它移動產業 可是還需要那些工程師嗎?不用 因為我們只要原來代工那些冰箱的工廠 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想法其實有意思 因為我們過去十年推所謂的知識產業 我們推所謂的服務產業 一直到今年為止 我們的服務業 簡單講就是非製造業的 產業貢獻的附加價值 大概還是製造業的三分之一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想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個文化那樣的想法走到一個階段 是有困境的 我們往前走 我們的知識工作者薪水只會越來越低 因為他永遠只需要用一次 而當這件事情 這個一次有網際網路這樣的結構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發明 全世界都可以用的時候 那麼絕大多數的知識工資 連那第一次的機會都不見了 那個其實是最大的危機 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知識工作者 因為在台灣我們就是 往代工 往做大 不斷擴大規模的角度去想 而不是持續地去創造新的東西 我們不去重視這樣子一個 持續創造新東西的一個價值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待會我們才針對這個重點 我們再深入談一下 我想請問佳安 因為你在網路上推廣公共知識的討論 推得很用力 無所不用其極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現在有哪些 遇到哪些挑戰 有哪些新的 好啊 我在網路上面推哲學普及 一開始是寫部落格 在哲學指揮機蛋糕上面 後來呢我嘗試 更多其他不同種的做法 像說辦活動啦 然後寫專欄文章等等等等 那我目前呢是在網路媒體沃草服務 我在沃草是負責一個叫做公民學院的平台 公民學院這個平台是想要把 我過去在網路上面推廣哲學的經驗 可以擴展到其他人文學科上面 因為我希望 我相信我們面對社會上面的諸多問題 是需要跨學科才能去共同解決的 例如可不可以吃狗肉 啊 就知道你會問這個 所以可以談一下這個是不是 如果你想要談兩個小時的話 好 在公民學院上面 我們覺得目前碰到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來自於想要普及知識的專家自己 因為我們知道專家自己往往都會有所謂的知識的詛咒 意思是說 當你學會某一個專業 你很專精之後 你就會忘記自己當初是初學者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這種情況呢 通常會發生在一些剛開始沒有教學經驗的人 你可能是碩士或博士 去教大學生的時候可能就會有這種情況 大學生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而且更糟糕的是你自己完全沒有察覺 而且他跟你問的時候 你無法理解他為什麼會不懂 每一種行業每一個知識 都會受到這種知識的詛咒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給我們的啟示是說 物理學是專業 哲學是專業 但是物理學的普及跟哲學的普及 他們跟物理學和哲學是完全不同的專業 普及本身是一種專業 這是為什麼泛科知識要花那麼大的力氣 我相信去辦一些科學寫作方面的課程 在將來的社會因為網路的普及 各種知識變得似乎變得隨處可得 但是真的握有那些學科專業的人 要能產出一般人在網路上面download下來 打開網頁就可以看得懂的東西 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所以我認為在未來 藉由網路做知識傳播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專家必須要勇於面對自己知識的詛咒 必須去學習普及的專業 知識的詛咒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做泛科學的經驗就是 因為我也不是科學本科生 在座各位如果不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跟各位坦白一下 也因為這件事情還被蠻多人佔過的這樣說 不是念科學 沒有一個科學博士頭銜 怎麼敢出來做科學網站的總編輯 實際上我是 的確如竹佳安所說 我是試圖去扮演一個路人 然後如何去 我想要了解科學 我覺得科學很有趣 但是我想要讓這份感動 讓這樣子的一個好奇 一個探索讓更多人去知道 於是在我想跟政治過程 可能跟佳安同樣有遭遇過很多的挫折跟挑戰 不過這個我們待會兒可以再多聊一點 接下來要請問翔本橋的翔先生 因為其實您自己 除了經營成功的公司之外 另外一方面其實算是非常勤奔的 願意在網路上跟大家做知識 以及公共議題上面的討論 是什麼樣的動機 促使您願意一直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特別在什麼樣的議題上面 你會有這樣的反應 你有沒有自己察覺過 自己現在做的這些事情 對社會 或說你預期對社會造成改變 會是哪一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我能夠這樣子 一直跟大家溝通 主要就是我沒有那個專家的詛咒 就是因為我都沒有學得很專精 所以我都知道就是說 不懂的人要用什麼語言來溝通 然後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沒有科學博士頭銜 那很正常我也沒有 我那個叫哲學博士 叫做Doctoral Philosophy 所以其實就是科學學到最後其實是哲學 因為我們講說 剛才講到就是說產業這些問題在哪裡 科技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層級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是不同的層級 然後再往上才是哲學 所以博士叫做Doctoral Philosophy 碩士叫做Master of Science 然後學士是Bachel of Art 那這裡的Art是指古代工藝精良 那個叫做這個 叫做什麼 State of the Art 那個Art的意思 OK 所以我們在希望整個產業有能力去做大事業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我們每一個層級需要多少的人才 而不是說像我們過去的教育改革方式 把全部往上推 那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句話說 給他一條魚不如給他一根釣竿 給魚是誰的事 是社會局的事 救濟 給他一根釣竿呢 是就業輔導處 給他一份工作 可是我們還要再往上推 你給他一根釣竿 不如教他怎麼做釣竿 這樣釣竿壞了他可以自己再做一隻 而不用每次都要來反你 那這個是誰的工作 這是職訓局的工作 這是技職教育體系的工作 那教他怎麼做釣竿 可是我們現在公務人員可能自己鐵飯碗也不跑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公務系統是有完全不同的問題 那我在講就是我們的整個教育系統 那可是你教他怎麼做釣竿 他只會做這個釣竿 你要教他說釣竿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所以他可以改良這根釣竿 就是說為什麼要用這樣子的線 為什麼用這樣子的鉤子 為什麼用這樣子的竿子 你要怎麼施力 這個是一門學問 這是大學教育要做的事情 那再上來呢 研究所要做的是什麼 是教你魚到底怎麼回事 那所以你可以用釣竿 你可以用魚網 你可以用養殖 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活力 那再上去是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吃魚 你不能吃別的東西嗎 那這個就是哲學成績的事情 你可以吃雞蛋糕啊對不對 那所以剛剛講到問題就是說 當我們有一個技術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上面的科學給丟掉了 剛剛李教授講的是這件事 就是說我怎麼看出說 你是這樣所以我用這樣子的冰箱組合 這是科學的成績 那而他一旦會做這個冰箱之後 就不管這個科學了 那當然這是如何應用上有不同的變通 還有就是說這個人本身他能不能知道說 裝到漁船上其實有不同的地方 你不是光把那個冰箱裝上去就好 漁船比貨車大一百倍 所以你整個設計要改變 所以這裡面還是需要科學的東西進去 但是呢我們可以知道 這裡面人才的比例該是多少 絕對不是每一個技師就要配一個科學家 一個科學家可能配十個技師 所以台灣過去產業成功很重要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專科教育做得很紮實 所以有很多好的技術人員 而他們不會耗高入園 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拿到學士碩士 然後現在台灣中小企業成功的企業主 也絕大部分我看到的 好啦不能說絕大部分 我畢竟沒有看到絕大部分 我看到的裡面大部分也都是專科背景的 連郭台銘都是專科背景的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教育上如何改變 現在如果說是我們的國家的教育體制有問題 然後沒有辦法讓我們很快的改變的話 那我們就是在科學普及教育上 怎麼樣能夠從民間的力量來傳播適當的知識給適當的人 這是為什麼您現在除了在公視之外 會很願意去在社群媒體上跟大家討論一些通通議題的原因嗎 這是一部分就是我覺得說想要學什麼的人表示說 他有這個動機去學 那可能他就是適合學這件事情了 那當然要盡量給他這些他應該得到的知識 當然我也不敢那麼自大說我都是在教人家 有時候是用討論的方式激發別人自己學習的意願跟能力 其實很多是 就是說通通靠老師來教那是絕對不行的 絕大部分成功的人會的東西是自己學的 自己去找出來的 那我們就需要有足夠的知識來源給他們 讓他們在想要找的時候能夠找得到 所以說其實現在在您的觀察裡面 在這個Facebook上跟你互動的這些人 你認為他們大概是什麼樣的一群人 他們是這個這個 你的迷嗎 還是說他們是對那個議題有興趣呢 或是說你想要創造的那樣子一個討論的氛圍是什麼 有些人是專門來罵我的 其實我講過網路言論很多不同的層級 有些是謾罵有些是批評有些會跟你辯論 然後有些會就是說跟你一起成長 然後有些呢是會接受你的影響 然後朝就是一個新的方向去走 那各種人都有 了解 那我想回問這個李世光教授 因為其實剛才談到我們知識 大家對知識的認知的價值不太一樣 您自己有在上Facebook嗎 有啊 有在上Facebook 那您會在花時間在Facebook上跟人家討論知識的議題嗎 或是說您怎麼看現在大家花很多的時間 在網路上進行這樣子的 不管是比讚也好啊 討論要不要吃狗肉也好啊 討論互加盟到底是怎樣也好 就是說您怎麼看網路能夠帶給我們更好的一個知識 不管是知識補給或說知識升職這件事情 這個網路其實有跨時間域跟跨空間域這個好處 通常我在講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通常都用街舞當作例子跟大家思考 我們說其實這個Street Dance是人類舞蹈的這個東西 在歷史上進展最快的 那 會街舞也有研究就是 對不對 我們是因為 為什麼街舞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有變化這麼大的結構 那因為它不管是個人的這個舞步 或是整個團體舞步的變化是最大 又在最短時間 其中一個卡良點是我們如果真的從歷史上看 它跟Internet Video這件事是幾乎同步發展的 所以全世界任何一個人發明一個新的舞步放進網路上 那麼幾天幾年幾個月之後 全部人都可以看到而且可以改進又重新放上去 所以群眾自會經過網路這樣的結構 快速累積的這個方法 其實在各層面包含街舞這樣都會有變化 那如果街舞會有變化其實任何其他事情都跟著變化 所以在那樣的結構底下 知識的傳播、學習跟交互影響再也不一樣了 那我們怎麼做這件事呢 了解 其實我想請問朱家你很多實戰經驗 那你覺得網路有讓我們對於知識更加的追求嗎 我們有更深入的願意去瞭解知識嗎 還是說我們現在只是很想吵架 我覺得問這個問題是無謂的掙扎 因為網路帶來的效果 很想跟我吵架 網路可能很爛 但是我們不可能避開網路現在 現在跟未來都不可能避開 人類的溝通 我們非常習慣的一種溝通方式是面對面講話 我們經過千萬年的演化 演化出非常適合面對面講話的溝通器官跟思考模式 網路做為一種溝通工具 我認為是人類尚未適應的 面對面溝通其實有非常多的好處 像說你如果聽不懂你可以直接問我 你甚至可以從我的表情 我不需要講話你就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 在網路上面這些工具你全部都用不到 這帶來的就是在網路上面 我們非常容易誤解別人說的話 我們非常容易動怒 非常容易對號入座 我認為這是我們還沒適應的結果 那我也覺得在可見的未來裡面 對於網路這種公共工具的各種特性 也是我們必須去研究跟熟悉的 所以說基本上你不會認為說 你覺得你現在想要 你現在帶動的這樣一個討論氛圍 大家有因為這樣更愛知識的追尋嗎 或者說 就是說雖然你說我們沒有辦法避開它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做才能做得更好 我們現在做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嗎 還是說你覺得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做得更好 我覺得我們永遠都沒辦法說 自己做的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 所謂的網路新媒體已經慢慢在摸索 網路上面適合的各種溝通方式 這些溝通方式當然不是對整個社會好 比方說標題大 就是對那個平台好 但是對社會可能不太好 但是我們也慢慢摸索出 其他各種在網路上面可以讓自己跟別人溝通更順暢的方式 其實大家也會適應這個標題檔 我覺得要不要適應標題檔是另外一回事 比方說我觀察到 在五年來大部分的網路中文寫作者 他們使用標點符號從半型變成全型 至少在我經驗裡面是這樣 這對大家來說可能是小事情 但是如果你習慣在網路上面跟別人 三百字五百字這樣子對談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我想這種標點符號使用的進步 它同時也是伴隨著各種文法上面的進步 我們不再把口語上面習慣的這種話講一半 主持省略的方式挪入到網路上面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在網路上面的發言就會更完整 就更不容易被誤解 就可以作為更恰當的知識傳播的工具 好 那因為其實我們時間真的先下來不多 我想請三位分別講一下 你對於台灣我們接下來整個知識的未來發展 你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為什麼 以及關於馬錫慧 沒有 我們今天不談那個 那關於我們就談這個知識 來 我們是不是請蔡本祥先生先 其實我是蠻樂觀的 像大家看到現在一些現象覺得它很亂什麼 民主剛開始也是很亂 那高速公路剛蓋下去也是很亂 那我一直都拿高速公路來比喻網路 就是說它不只是一個交通工具而已 它對周圍的人民生活型態 商業活動 通通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同樣的網路上溝通方式 你剛剛講的說對 沒有表情這些 但是那也是有優點的 因為我寫下去可以故意模糊 讓別人向不同的方向去發想 我就常常幹這種事 然後就可以調出很多不同立場的人 來發表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 這個發表意見越廣越好 不要變成一言堂 就全部都是同樣的人講同樣的事情 那只要能夠讓大家廣泛的發表意見 那這個網路整個結構發展 慢慢它自然就會 就像街舞 你說大家學會一些事情達成平衡 那整個未來發展一定還是正向的 我們請李世光教授 我也一樣 我覺得當然是正向的 人類的這個科技文化的進步 本來就是靠互動 那麼Internet出來 其實人的互動是比原來多 不是比原來少 我們always說 我們現在去餐廳吃飯 大家坐在面對面 text to each other 這個你把他邀來吃飯 然後明明坐對面還問他說菜好吃嗎 然後就說好吃好吃 然後還有很多很漂亮的表情這樣 那不管吃什麼 你是跟誰吃飯會做這種事情 你要不要坦承一下 對 我如果帶我的小孩子去吃飯 第一件事 如果他願意去吃飯 我就已經謝天謝地 那他如果做完 做吃到一半之前 手機沒出來 我就已經覺得這幾天 祖宗有保佑這樣子 我要一個東西講這件事好了 這個大家如果等一下回去 到網路上打Paro 日本的這個機器人 這個海報機器人 15年前我遇到他們的研究者說 你們最近在做什麼研究 他說他們在研究機器人 需要怎麼樣最少的元素 人就覺得我跟他attach 我那時候心裡想什麼爛研究 日本的研究者實在是太好混了 不過他最後告訴我 幾年之後我遇到他 他告訴我一個結論 他說只要兩件事 第一個呢 眼睛會眨 第二件事 你講話的時候 他會轉頭看著你 那時候一心裡想 這是什麼東西 後來看到Paro的成功 我突然間發覺 我對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孩 要求也只有這麼多而已 我剛剛想了一下欸真的欸 如果說有任何一個要求沒有符合 都蠻陰森的 要嘛就是他會轉頭眼睛不會眨 要嘛他不會轉頭 然後一直眨眼都蠻恐怖的 希望那個您夫人跟小孩還沒有這樣子 來請佳安 我對知識的未來感覺還蠻光明的啊 因為網際網路帶來的是言論力量跟言論自由的擴展 在歷史上面大部分言論自由的擴展 都會帶來一波知識的狂潮 那當然網路對現代人來說 因為溝通習慣 網路我們還沒上手 但是我們終究會上手的 我相信 其實我是很想 最後再插一個問題給大家 大家會不會很擔心就是說 欸我們現在不管受訊引擎 或是說到處現在 不管來自對岸啊 或是說來自於這個文化優勢 文化強勢的國家的這種知識或內容 大量的不能說入侵啦 其實說我們蠻歡迎他們進來的 譬如說現在八點檔 大家看的也不是台灣人劇的 然後綜藝節目也不是看台灣的 所以 或是說書今天也不是看台灣 電影也不是 一直都不是看台灣 那對於這樣的情況下 三位也是依舊保持樂觀嗎 還是說其實對於整個情況是很樂觀 只是對 那對台灣自己的這樣子的情況是樂觀的嗎 就是我覺得那種 民族情節不要太重 文化本來就是全世界的 而且都是一陣一陣的 你流行一陣就會換別的 那只是你說今天很多外國東西進來 只是大家看到新鮮 沒多久 本土的這些老百姓也都吸收了 然後開始創作也擷取了他們一些好的元素進來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那沒什麼稀奇 就換個國家 等到全世界這些國家學的差不多了 欸 又再來一遍嗎 那或者是說換我們輸出嗎 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十年風水的扭轉 OK所以說其實並沒有覺得說 會因為這樣子覺得有什麼擔憂 還是說佳恩要補充一下 我覺得在 不管是知識還是文化的傳播上面 在地人對在地人 永遠有其他人沒有辦法取代的點 比方說我們對台灣自己人的梗是熟悉的 我們對台灣的議題是熟悉的等等 我相信不管是人文的傳播或是科學的傳播 要對人有意義 必須要跟他的生活有所連結 而連結生活的其中一種方式 就是社會上面的議題 跟你身邊的事情 好 非常感謝佳恩為我們做的總結 其實這也是我們今天這場的活動 以及我們泛科學存在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希望讓知識跟大家有所連結 然後也希望說大家主動的來跟我們連結 跟知識連結 是不是我們掌聲鼓勵 再次謝謝我們今天三位貴婷長者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